这个老baby很是变态 一把年纪了还要装 baby 妈妈给他喂饭 他却说 I hate pee 妈妈立马道歉 然后换了另一种食物 他又说 You're not gonna feed me because I don't like it I'm a baby Pees are good for me 没有办法 妈妈只好继续弯动你 可他又矫情别走 做出嫌弃的亚子 叹得人想捶他一拳 可怜的妈妈只好使出必杀机 小飞机要降落快张嘴 巨婴终于吃下了这口弯动你 他满足地品尝口中的食物 妈妈刚想表扬 下一秒 巨婴就直接将弯动你 拖到了妈妈脸上 妈妈抹开脸上的脏东西 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但还是得继续忍着 不然等着他的就是铁锤问候 因为巨婴可不是他的宝宝 而是一个体型雕悍的变态男人 爱丽母亲因病住院后 他急需一大笔钱 来缴纳母亲的医药费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 他一扭头看到了 贴在墙上的一则保姆招聘广告 他私下联系方式 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让爱丽惊喜的是 富豪家里不仅是少 每小时给出的工钱 还十分的高昂 他想都没想一口答应 富豪声称因为有事着急外出 只要有过经验 今晚就可以立马上班 爱丽来到富豪家中 看见门口停着的劳斯莱斯 他发出了感叹 有钱人真幸福 可以想干啥就干啥 爱丽为了筹钱出来打工 男友送他到达后 宽慰他好好工作 晚上十二点就来接他过二人世界 爱丽来到门口 看见门口贴着的便签纸 上面写着富豪感时间 提前离开了 孩子正在楼上睡午觉 让他别见外就当自己家 爱丽推开门走进房子 四处打量起房间里的陈设 房子哪里都好 可这灯光未免也太暗闲 再看看这古朴的家具 要不是摆着一个哭声监测语 哪里能看出这里有新出生的婴儿 爱丽刚抚摸了下钢琴 监测仪里就传出了婴儿的剃声 他连忙来到楼上 打开了婴儿房的房门 看了眼小床的方向 孩子似乎还在熟睡 爱丽便关上了门 回到了楼下 他正发愁怎么有钱人家 连台电视都没有识 监测器又传出一阵急促的哭叫声 天花板上也发出了 厚重的脚步声 爱丽立马狂奔上了 一边拿着手机 一边口头威胁已经报警不要回来 打开房门后 婴儿的啼哭声越发明显 爱丽走近一看 扒拉开小被子 竟然是一个假娃娃 更可怕的是 就在房门后面 还有一个穿着尿布湿 满腿是翔的成年巨婴 他嘴里念叨着要换尿布 然后就一把打掉了爱丽的手机 接着又用铁锤头抵住爱丽 威胁他说要么陪他玩游戏 要么现在就敲碎脑袋 不想死的都知道怎么选 接着巨婴就开始安排爱丽干活 先是拿来小毯子铺在地板上 从抽屉里找出尿布湿 然后拿来爽身粉和湿纸巾 爱丽已被吓得魂不守舍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 巨婴让爱丽跪在地上 帮他清理腿上的香 换上干净的尿布湿 随后巨婴躺倒在毯子上 爱丽抽出一张湿纸巾 捂住鼻子 强忍心中的不适合恶心 下手操作了 巨婴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爱丽已被这窒息的气味 枪的作呕了 小编也想吐了 看见男人放下锤子后 爱丽趁其不备 直接一个尿布湿狐脸 嗯 小编这边是真的要有了 爱丽急忙跑下楼 巨婴紧随其后 很快 体力压制下 爱丽又被捉摇回去 还撞伤了头陷入了昏迷 苏醒过来后 爱丽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铁门里 她害怕的不断挣扎 结果巨婴出现 又给了她一个大瓜子 然后开始训斥爱丽 如果你能做我的好妈妈 我就会帮你私下交代 但要是在逃跑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在这种单方面的压制下 爱丽不得不同意了她的条件 刚刚解开束缚 巨婴又安排活了 真是想难吃 钱难赚 两人来到餐桌前 看着马放整齐的餐具 大家应该知道是要吃饭了 爱丽刚拿起一把中间的勺子 巨婴摘下奶嘴刀 从外侧的勺子开始 爱丽立马顺从 结果巨婴又开始逼逼 不给我带围斗吗 我可不想弄脏衣服 爱丽只好说抱歉 拿起桌上的围斗 围上了巨婴的脖子 现在的她真想一把勒死巨婴 可理智叫停了她 人家虽然吃奶嘴 但也是各时打时的男人 记好围都正式开饭 刚咬起一勺豌豆腐 送到巨婴嘴边 好家伙 她就一个别嘴 爱丽刚想放下 她却又说 我不喜欢你就不为了吗 当妈妈可不是这样的 爱丽忍住火气 又将豌豆腐地到嘴边 结果巨婴再一次拒绝咬头 没办法 爱丽只好拿出哄孩子的绝招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这次终于将豌豆腐 送进了男人的嘴中 看着对方吃下爱丽松的口气 可下一秒 她就被巨婴喷了一脸 爱丽简直忍不了 巨婴还在夸张大笑 就在此时 一阵闻铃声响起 爱丽的男友推门而入 巨婴脸色大变 直接把爱丽按到餐桌上 举着铁锤询问道 要不要叫男友一起共进晚餐 见状 爱丽大喊让男友看 巨婴直接踩断了爱丽的头 她痛苦地大叫 男友听到声音后 朝着餐厅走去 怎知银面就撞上了 巨婴的铁锤攻击 接着巨婴的连续抱锤 就让男友领了河饭去了西北 画面过于血腥 咱就不看完 这头的爱丽见呼叫男友没有回应 一抬头又看见满身鲜血的巨婴 瞬间就悲痛地大哭 巨婴还不满 拽起她的头发 就来到了男友尸体前 爱丽抱着男友哭得不能自言 变态巨婴又拖着她朝地下室走去 嘴中还说着 你已经出局了 现在我要将你变成 我永远的妈妈 为了活命 爱丽再次说道 别放弃我 我继续陪你玩游戏 听到这里 巨婴说道好吧 那咱们玩捉迷藏 被抓住就死定了 说完后就立马转身 开始倒一百个数 爱丽拖着受伤的断毒 根本就没办法躲藏 于是拿起一把尖刀 藏在了桌子下面 当巨婴走进房间 就一把砍了她的脚脖子 爱丽转身跑开 躲了起来 巨婴处理好伤口 爱丽从背后呼吸 砸晕了巨婴 来到男友身边拿到了车钥匙 然后跑出了门外 结果巨婴一醒来 就追了上来 所以说要捕刀的重要性 有多重要 她死死地掐住爱丽的脖子 想要就此了结了她 能够呼吸到的空气 越来越少 在接近昏迷的最后一刻 爱丽拔下了车上的钥匙 进行了反击 最后用围兜死死 勒住巨婴的脖子 拼尽了自己的全身力气 一点都不敢松懈 巨婴终于领了盒饭 这惊心动魄的一晚结束 爱丽累得晕死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爱丽清醒了过来 看着巨婴的脸还是心有余悸 她拿起车钥匙 来到了车上 发动车子打算离开这个鬼地方 在经过门口的豪车时 爱丽立马换了一个座驾 就此扬长而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 反常的高额的钱 千万别随便赚 事出有鹰必有妖 千万别因为一点小钱 而出卖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爱丽其实还不算可怜 最后逃出了魔爪 还开走了豪车 最惨的莫过于男友小飞 纯纯的炮灰人设 在此为她默爱三分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巨婴伍伯特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